国际盘亚洲股市 亚股最早开盘 日韩8点就开盘了 所以盘前的丁宁就为了8点45分的情况 您再把它讲完整 我大概都会以8点半左右的 它的涨跌点 譬如说以目前韩国股市来讲 它目前大概在2000点左右 如果假设我们1%来讲 它1%就是大概20点 我就换算成台子期 假设也是涨跌点1% 如果说台子期的开盘 我们假设以多来讲 它涨我台子期涨超过1%的话 那就表示是优于预期 那我肯定用追盘的方式去进货 换句话说 你并不会因为日韩股市大跌或强拉 而决定8点45分还没期货还没开盘 你就先不多单空单不会 你会等期货开完盘之后 先看个一两个五分钟 再来决定你要怎么下单 是吗 是这样 期货存在都这么做 我以为都是在前面就先挂单 不会 是你妈也猛摇头 也不会 为什么 而且现在我觉得最近有个怪现象 就是美国大跌 我们台湾也不太会跌 反而它涨我们不涨 所以说一定要看开盘 对对 然后看它开盘的强弱度怎样 我才就觉得奇怪 这阵子戴大哥你有沒有发现到 美国股市跟台股有点一点反相关 以前都是高度正相关 他们如果大涨我们就开高走低 它如果大跌我们就开低走高 对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最近的股市来讲 真的是很难操作 美股再大涨 台股不会涨 美股一跌台股跟着跌 那再加上就是最主要的主因是外资 外资的话的买卖超 很难去抓 所以说也不能说去看美股大涨 隔天期货早上就做多去买 失败机会很大 现在主力最大的主力就是外资 对 就是阿兜 对 外资持股比重快要靠近四成了 现在是三成七 不过戴大哥也不能怪说 投资人不太会做 也不能怪说市场为什么跟不太上 一会儿夜轮讲话了 一会儿又夜门危机 这就一大堆的国际变数 所以那个智慧的盘前很重要 那我知道了 盘前照你的研判就是等 台子旗开完盘大概五六分钟 走个一两根十分钟过后 再来决定多空单 那盘中呢 盘中很复杂 盘中九点整 台股现货就开盘了 那你有现货台北股市 又有期货 怎么研判呢 我先讲说我下单的保证金的方式 一般来讲像台子旗 目前的保证金大概是八万三 我一整数十万块来算 那我如果说我下一口单 我里面的保证金 我就会有三十万的保证金在那边 如果说我要下两口 我里面就会有六十万的保证金在里面 对嘛所以你现金部位其实是很宽松的 比较宽松一点 那是风险考量很重要 那我在下单的话 我会一次下两口单 那我会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以目前台子旗的一分K的KD值 来做我下单的指标 你看到一分钟的KD值 一分钟很短 是 很短 我们现货看五分都已经够短了 你为什么用一分钟来看 因为我做得很短 我下两口单的时候 我一般来讲 第一口我大概可能赚得很短 十点我就会出掉了 你几点进几点出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是九五四六点进的话 我第一口单也许涨跌十点之内 我就会出了 我懂意思了 就是涨跌十点之内 所以你赚一点点你就跑了 第一口那是第一口的部分 我刚也纳闷 你为什么一次要下两口 不是下一口试看看 我如果说第二口对的话 我也许会放比较长一点 或是说做流仓的部分 我懂了 我学到技巧了 所以你下两口 一口是拿来try的 是来试看看 我到底是这样的方向对不对 然后赚一点点就跑 那如果第一口做对了 第二口你时间就放长一点点 所以你两口的 期货的单位叫做口 一口两口 所以你两口的方向都做一致 同多同空 是没错 是没错嘛 是 那盘中呢 也要看价差吧 跟现货之间 尤其是一定要看摩台指标 所以摩台指的价差 我们百分百偶尔会帮您看一下 那保证金这个方式就您刚有说过了 对不对 是的 1比3嘛 其他的一分钟K 做错方向怎么办 如果说真的做错的话 最多我都是以30点为停损方向 30点 对 30点这样子的成本 如果台指其一口就多少了 6000块 6000多块 所以容忍范围是不超过1万的赔 如果也是有曾经超过1万块 譬如说它是急拉或急杀那种 来不及 这种来不及 你的滑鼠来不及按的时候 那就可能是以试驾单出了 是 讲到滑鼠 我曾经想过 奇婚因为又很紧张嘛 所以你有没有 人家说那个滑鼠如果按不好 会有肥手指事件 最近中间按不对 有这样吗 有可能 本来要卖变成买了 是这样吗 这非常正常的 但是我就是 我是用电话下单 所以我没有这个方式 有人常常这样子 对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 心里妈妈你为什么不去用那个电脑下单 我说不行啊 我常常会讲错 然后一紧张有着按错 对 其实这个经验应该带大哥可能会有 对不对 耗子里面呢 大家营业厅那么多营业员 我们的客户有人用网络下单 买一张 结果打成100张 结果当天 亏了20几万 因为交割的钱不够 亏了27万多 但他按错他不能禁止掉 不行 没办法 已经他用4家单去买的 马上成交了 你说他本来要一张就按成100张 对 那是手发抖还是怎么样 还是太胖 可能是太紧张吧 太紧张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这个行情 在情绪一来的时候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 刚刚听那个智辉讲盘中 那所以你做错的反正就是30 刚刚是说30点是不是 最多30点 我就做停损单位 停损的容忍范围 那收完盘 你不要以为一点半收完盘就没事情了 智辉啊 所以你整个的生命都在股市当中 是吧 你连盘后也要看啊 我觉得部分时间 大概都昂在非凡上面 真的哦 是啊 然后你几乎都在monitor前面看盘 是 你的看盘的电脑有几台 两台到三台 天哪 那你看西里妈好像也是三台 我四台 你四台啊 我有个大看盘 所以你四台是设定哪些台北股市 其实我也会设定 然后在中间 在第二台的话 我会设譬如台积电的古旗 所以你在做台积电 我没有 我会做古旗 我不会做选择 我不会去做前证 台积电的旗货商品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 那个台子旗比较难操作 所以我我就是看着 看着然后看 看看我们的股票 但是现在股票都各走各的 就是说强势股 你跌两百点 我也没在怕你啦 像最近的丰态啊 其实我丰态我看很好 我也是做到现在 是喔 同样有三四台 所以智慧你也是设定期货一台 台北股市现货一台 是 那摩台宅一台是这样吗 我还会看全职股 全职股的货 一定要啦 对因为期货都是被全职股给签动 是没错 所以盘后呢 盘后你要注意哪些事项 盘后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要看 外资多空单的流伤 流伤部位 这是我百分百每天报告的 多单减少的进口数减少多少这些 是没错 再来 然后再来看就是说看摩台期的正立价差 就是这个就跟盘中的正立价差一样意思 所以你不看台子期的正立价差 也是看 也看 但摩台比较先行指标 对都是以看摩台为主 好 那还有什么台子期的60分K的KD值 看这干嘛 如果说它的60分K的KD值在20 在20左右的低档的话 20以下叫做超跌 是 它有可能明天会开平走高 也有可能开高走高 是 不过当然也有例外了 好 那选择权呢 选择权的话就看买买权 或买卖权的最多流伤口是落点位在哪里 比如说它比如说是可能在9400到9800 它也许这个区就会在这个区间上震荡 我问一下智慧 by是买嘛 call是买权 所以by call就是买买权 买买权就是看涨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就看那个by call的量大的位置点 不就意味着整个的市场认为那个地方 那个水位应该会到的意思 对不对 是 没错 太好了 那by put my put是卖权 所以by put买卖权 就是认为说 哦 大盘会跌 可能会跌到这 所以当那个量集中在 也许 maybe是在9600或9500 那可能市场认为说 就算修正可能在这有支撑 这个解读了 是 没错 所以盘后应用非常重要 它是预判隔天的多空方向 因为时间关系 我赶快问到了 总会有一点点失败经验 失败的经验 学到一点教训 血泪教训 戴大哥 您失败的经验 因为您古龄在市场耗子里面也十五六年了 失败的经验在哪一档标的 这是非常痛的经验 英国96年2月2号那一天 那个有一支股票叫大益 它是基本面罚善可乘 然后从十几块标到63块多 那天我用63.8去空了两张 去空它 对 去空它 它不好空它是对的 空它是对的 我空它结果盘中涨停锁掉之后 我马上回补 到收盘还是没有补到 我懂了 因为它飙涨可是又很多利空 你认为说它应该是要掉下来 对 这有点人家所谓的那个飙涨 然后没有好消息看不顺眼去空它 是这样吗 纯粹就是看不顺眼空它 那结果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因为我空在63.8 然后连续三天在开盘价之前 用涨停板去回补 又去追它 对 都没有成交 那后来就都没管它了 就随便它了 就随便它了 对 这支应该是了解的 最后不在224块 你也太厉害了 最后不在多少 224.5 所以是任赔 对不对 是不管它到后面是被强制回补 强制回补 对 所以很惨 真的 所以你看画面上这个 就是刚刚戴大哥所提到 就是有没有飙涨那一段的血泪教训 直到经验了 所以到最后成功了 那有一个成功的经验性 这个成功经验是哪一档 就是98年4月9号那天早上 我看到有一个讯息是 那个华虹 华虹是做什么的 做就是背光模组方面的 就是友达的关系企业面板方面的零组件 那他的消息是说他营收创新高 那尤其是雷曼事件之后的营收转好来讲 我开盘价就直接买进 买进两张 对 成交21.9元 现赚就对了 那4月9号买进 在4月23号卖出 卖在42.7 漂亮这个价格 我们游标跑一下 买进点现在十字线帮你跑的 这是4月9号买进点 卖出4月23号跑给大家看 423 所以这让我学到一个非常好的 你看戴大哥古龄都已经15年了 他到现在以他从筹码技术面的研判 刚刚为什么要跑那个游标给您看 因为他并不会因为赚到了一两天 然后就把它卖掉 他还是走一个波段才把它卖掉 所以戴大哥 有一时候我们看好一档标的 就是赚个波段 不要听一些的消息 或者赚到一点点就很开心卖掉 对不对 要走个波段 对 一般如果说有基本面的 有题材的 法人有在买进的 我们要做波段 那相对如果是说消息面的 低档买到 道量就出 太好了 我们先把那个戴大哥的血泪教训 先把它听过一遍 还有刚刚希丽妈姐说 这是不能乱空 对啊 又看不顺眼的 我跟你讲 后果就是这样 我知道希丽妈急得想讲 不要急 刚刚他讲空 因为他是空姐 不能乱空 回到香港之后 听看看他的血泪教训 在学到什么的经验 学到什么的启发才是关键 还有一点 这是最重要的 我放在压轴 他们三位专家 到底现在如何来看 台北股市 万点 万点以上 有可能吗 还有他们挑什么股票呢 克兰师三位专家